酸的和甜的。 一只狐狸在葡萄架下跳啊跳啊,它不但没有吃到葡萄,还把自己累坏了。 它灰溜溜的从葡萄园里钻出来,一抬头,看见了小松鼠。 小松鼠问,狐狸先生,我刚才看您在葡萄架下不停的跳,您吃到葡萄了吗?那葡萄甜不甜? 狐狸站起身来,指着挂在架上的葡萄,摇摇头说,别去吃,那些葡萄都是酸的,不能吃。 要是吃了那些葡萄,你的牙齿都会酸的掉下来。 小松鼠一听,心想,世界上最聪明的就是狐狸,既然狐狸都说不能吃,那葡萄一定是很酸的了。 小松鼠在回家的路上,碰见了小猴子。 小松鼠告诉小猴子,葡萄是酸的,吃了牙齿都会酸的掉下来。 小猴子听了心想,松鼠是我最好的朋友,既然松鼠说葡萄是酸的,那一定是酸的了。 这时候,葡萄架下来了一个小朋友,他望望葡萄架上挂着的葡萄,摘了一串,就往嘴里送。 好心的小猴子见了,连忙跑过来说,别吃,别吃,这葡萄酸得很,吃了你的牙齿都会酸的掉下来。 小猴子问小猴子,你怎么知道葡萄是酸的,你尝过没有? 小猴子说,我没有尝过,可是我的好朋友小松鼠说,那葡萄是酸的。 小朋友又去问小松鼠,你尝过那葡萄吗? 小松鼠说,我没有尝过,是聪明的狐狸告诉我的,他说那些葡萄酸得很呢。 小朋友听了,哈哈大笑,就把手里的葡萄给了小猴子和小松鼠,尝尝吧,甜得很呢。 小猴子和松鼠一尝,果然一点也不酸。 小松鼠望了葡萄一眼,心想,奇怪,那狐狸怎么说它们是酸的呢?